我們再來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 事實上現在Google雲端點最近有一個更新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有一些東西 也就是說你最近更新的哪些檔案他會列出來 因為當你資料很多的時候請問你要從這裡找 總不容易找 不容易找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更新 那麼他在這邊幫你進入不同資料夾 看到的更新內容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是進到這個資料夾 他看到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從這邊 這裡有一個叫做近期更新的 從這邊有沒有全部都出來了 也可以 看你是要看單聽資料夾 還是看全部的就從這邊看 從這邊看因為有時候這樣編輯比較快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你今天 是想要把它換成就是所謂Google文件的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你從這邊 這個Google文件的 然後我從這個 我們的檔案 這裡有個簡報對不對 還是我換另外 我把文件好了 文件把它放上去 我把它放進來 好這樣進來了 那你會發現他沒有問你太多事情 我從這邊把這個檔案直接打開 這種方式是沒有轉換的 所以你只能看不能編有沒有發現 當然你可以下載下來 從這邊下載 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夠在線上編輯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它有一個叫做開啟方式 有沒有用Google文件 你用這種方式它會幫你轉換 轉換成適合的Google文件 可是 這種方式就等於是你在線上編輯 在線上直接編輯有沒有不一樣的 對不對 它原本的檔案並沒有幫你換掉喔 它只是怎麼樣 幫你增加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檔名一樣的 可是圖示不一樣 下面這個就是標準的 或者只能看不能改 只能看不能改 那 今天如果說你有一些內容 你不想要像我們剛剛一樣 就是線上直接打 那我已經有一些文件在啦 你可以像這種方式轉進去 比如說我在這邊你看 我要編輯一下 我不想在這裡直接打 你就從這邊插入 Google雲端硬碟 有沒有Google文件 點到它 告訴它我的文件是這個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有沒有只出現兩個 因為 我有轉換的就走這兩個 其他是沒有轉換 所以沒有轉換的不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你不會混搖 好不會混搖 那現在呢我把它插入進來 好 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高度多高 那這個我先不管它 先照預設值 好按儲存 一個文件進來了 我就先把它儲存起來 有沒有發現我溫圈就在裡面了 對不對 剛剛那個握的檔就在裡面 好 那剛剛那個高度指的就是 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裡面還有一個小卷軸 好裡面還有一個小卷軸 因為怎麼樣 那個就是它 這個頁面的高度 所以通常我會做 先進來之後我會再來這邊調整 你點到它 按這個 我就會把這邊比如說我設到1000 我大部分的清醒我會希望說 裡面不要再一個小卷軸 除非說你的文件真的很長那沒辦法 好不然的話如果是一頁兩頁的 我就盡量讓它能夠一頁就顯示出來 它在看的時候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這種就是有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當然不可否認就是如果你的格式比較複雜一點 有可能在這邊看到的 那個格式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多數情形是 大致上還OK 好大致上 好所以這個 你可以參考看看 好參考一下 這是第1種 就是像這樣插進去 那我們來看第2種 如果你的資料夾很多啊 像我們這個影片你看 我這邊已經做了 那我就一次出現這麼多個可不可以 當然也是可以的 你從這邊來我們增加一頁看看我們從這邊 第二個頁面 好我就從這邊 一樣是編輯 還是雲端命點 對不對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資料夾 就從這邊進來 當然這邊只顯示什麼 資料夾的部分 有看到 資料夾如果說我們要顯示的是剛剛這個 這個我就勾起來 選取 那麼預測的話呢 他在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這裡 如果你是檔案的 當然我就清單給你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希望你是不是可以先看到縮圖 比如說你是圖片啊照片啊 那我就希望你看到縮圖我就用這個 就用這個 那 這裡我先暫時用清單給你看一下 好儲存 有沒有看到清單就進來了 對不對 好一樣的 換一下 點到他 在這邊 換成格狀的 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這樣你了解 只是因為那個縮圖他要一點點時間才有辦法產生出來 好所以 照片比較沒問題應該就直接就看到 但是 影片的話他就沒有那麼快 好這個是 我們這樣結合雲端一點 就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 相對於左手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左手邊這邊 如果說你有某些檔案 像我在這邊 某些檔案我希望他直接怎麼樣 就直接連結出來的有沒有 就你不要再進來裡面再看的 我也可以在這邊直接做超連結 有沒有就直接出來了 對 這種方式我們剛剛有提過 是用所謂的 編輯版面配置 那那個連結共用連結在哪 從這邊 你看我們從 這個 這裡 假設我這個檔案我想要共用 你把它勾起來 在這裡 有沒有個共用 選擇 這個 有沒有看到共用的超連結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抠起來 就把它抠起來就可以拿來用 那不是只有檔案可以共用 資料夾也可以共用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回過頭來 我如果是這個資料夾 我從 資料夾 假設這個資料夾要共用 點到他 有沒有一個 共用 一樣的 但是各位要記得 因為你們現在是第一次做 我左手邊這些資料夾 其實我都已經共用過了 所以 你們 上傳的時候 拿進來會 沒有問題 那 你看喔 你們如果是第一次用 你要來共用這邊 把這個資料夾共用出來 這裡是個存取權限 還沒出來 假設這個 共用 共用 假設這個 好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共用 對不對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寫作平台那個權限一樣 你在這邊至少啦 如果你不需要 大家都知道的 你要用第二種方法 你如果沒有用這種 那就 你每個都要設定就比較麻煩 好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你用這個之後 他就會有這個共用的連結 那我們在協作平台就自然沒有找到他 好就能夠找到他 這樣有沒有問題的 你用在這邊的他會 佔用的就是那15G的空間 所以你可以從左手邊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以直播用了100多Mb 還好 好 很少的 來我把後面還給您